东湾奥克兰的选民将会在选举中表决 是否要加强保护租客 来看欧志州的讲解奥克兰Y提案 奥克兰在2002年制定逼迁的正当理由 包括租客没有交房租或违反租约 正当理由之外 有一些情况可以获得豁免 例如屋主要是自身住在两个单位的房子 duplex或三个单位的房子 triplex 将一个或两个单位出租的话 就不受逼迁准则的限制 屋主可以给予任何理由逼迁租客 而由于这类型单位当中 有不少是受到租金管制 一些屋主以自己搬入为理由 要逼迁租客 然后再以市价出租 更有投机人士利用这个漏洞 将屋子买下之后逼迁租客 奥克兰市议员Dan Cobb和Noel Gallo 提出Y提案 建议取消这种豁免 要求duplex和triplex的屋主 也需要正当理由才可逼迁 反对提案的人士表示 这会拿走小屋主出租单位的弹性 但支持提案的人士则认为 法律规定有九个正当逼迁理由 屋主仍旧可以要租客搬走 Y提案要是通过将会影响上千名住在这类型单位的租客 二手台记者欧智州的报道 透过SBTV收看KTSF新闻 一起关心加州选举实况 三藩市湾区的KTSF26台 愿意透过SBTV登陆全美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